中共六中全會即將召開 有哪些關注點?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中共定於11月召開的19屆六中全會 主題是重點研究全面總結中共的百年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的學者認為 中共將大書特書它的所謂成就 擴立集核心權威 今次六中全會是否會做出第三份歷史決議也受到關注? 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11月在北京召開中共第19屆六中全會 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 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但當局會做怎樣的黨史總結 是否會有第三份歷史決議等問題備受關注? 港媒《明報》9月9日的著名文章說 相對於1945年由毛澤東主持做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及1981年在鄧小平主持下的關於建國以來 黨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份歷史決議 外界有聲音認為今次六中全會將做出第三份歷史決議 大陸資深媒體人士高瑜9月9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今年中共建黨百年對於中共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 六中全會習近平要給予結論 對中共的所謂百年成就一定會大輸特輸 尤其是最近十年是習當政的成就 大輸特輸要佔很大比例 這樣就正式擴立了習近平思想是中共的指導方針 高瑜說1981年的中共六中全會 只是鄧小平對中共建政以來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了總結 1945年由毛做出的第一次歷史決議 是對中共從建黨到1945年的三十多年的黨內路線做了一些總結 確立了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共奪取政權的唯一思想 高瑜表示今次六中全會的總結也會對毛、鄧、習加以肯定 我認為要超過鄧當年的總結 鄧的總結沒有提出鄧小平思想 是鄧死了之後才寫入中共黨章的 高瑜指出 毛澤東時代主要是搞各種政治運動 還包括1958年的大躍進 餓死很多人 還有文革 鄧小平時代主要是貧富差距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等對環境的破壞 還有六四事件 對這些事件看六中全會怎麼總結 或者一筆大覺 還不如1981年六中全會對毛澤東所犯錯誤做三七開 但是可以明確的一點是 與毛1945年的決議一樣 會將毛澤東思想寫入中共這次決議 時事評論員周曉暉近日的文章表示 今年六中全會的議題 有一種中共給自己蓋觀定論的味道 在8月31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 中共最高級別的黨官 繼續重複以往的陳康濫調和方言 說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來 就始終將中國人民謀幸福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 在不同時期不斷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偉大成就 周曉暉的文章說 可以推斷在六中全會召開前後 中共會在媒體上獻起有一輪自我吹捧的浪潮 總結它百年來的成就 這大概是在為蓋觀做鋪墊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企產業所長蘇紫雲 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今次六中全會決議會以所謂政治改革做包裝 這是重中之重 起到促進中共領導人連任的作用 今次六中全會為明年的中共十九大做鋪墊 習近平已經掌控了槍桿子 最近再晉升五名上將 軍隊要維穩 接著就為召開十九大做準備 到時習近平可以第三次連任了 大陸已經在全面推廣習思想 中共已經做了幾年的準備 但習思想只是一個政治工具 確保習近平的連任 但他連任後還會遇到很多問題 六中全會的決議會涉及所謂的經濟分配 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概念 鄧小平曾說 2020年代中國要進入小康社會 現在習近平提出要進入共同富裕的社會 這是他們的一個政治術語 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白熱化 鋼牌是金融、財經界的勢力 被習陣營接連除去 六中全會是在做最後收尾的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黨內要在政治思想上統一 就是支持習近平的領導 索造習在黨內的地位和毛澤東並列 在改革開放方面 習和鄧小平並列 索造習核心是中共的領導權威 為了確保習連任六中全會之後 中共將發起中國式的總動員 港媒的評論文章表示 毛主持做出的第一份歷史決議 是對毛之前的中共政治路線的總清算 第二份歷史決議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 在鬥贏了以市任中央主席華國鋒為首的所謂凡事派之後 對文革路線的徹底否定 由此可見 前兩份歷史決議都是在對以前的政策路線的否定 是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 而習近平上台於此 就做出了改革開放前後 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論述 也就是既要繼承毛也要繼承登 對他來說 既沒有需要清算的前任 也沒有需要否定的既定政策 文章指出 大陸左右兩派都對第三份歷史決議有所期待 左派希望新決議重新評價改革開放 糾正等路線偏差 右派希望在維持否定文革的基礎上 對著於8964等歷史事件 做出明確結論 但現在中共外部壓力山大 極需要凝聚內部人心之際 六中全會總結百年歷史 應該不會再碰那些不痛快的雙巴 文章質疑 今次六中全會真的會有第三份歷史決議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